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在2015年之后有一部分的城市和地区进入了第三阶段 但是也还是有大量的人群和市场处在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就是可选消费品的普及和品牌化 而三阶段我们刚才讲使命为战略支点 所以这样一个复杂的市场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我有一个建议 其实就是有一条分界线 针对第二阶段甚至第一阶段的市场 我们要做的依然是品牌化 就是让消费者记住我 你是一个品牌 所以我会买你 让大家更多的人知道你 大家更多的人可以买到你 针对第三阶段的市场 我们就是要做使命驱动 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例子 我觉得特别珍贵的一个例子 因为它告诉了我们 其实一个品牌是完全可以把这两者融合在一起的 他们两者之间是不冲突的 这个品牌就是农夫山泉 农夫山泉很多戏称它叫水中茅台 水中茅台的品牌升级之路 最近农夫山泉马上就要在港股上市 所以我们看到它的招股书里面 讲到它很多的财务的数据 我们可以说农夫山泉是当之无愧的 中国饮用包装水第一名 我们看它的数字 2019年总营收240亿 包装饮用水143亿 上市的预估的市值是1300亿港元 超过了统一和康师傅 然后2019年它的总毛利率达到55.4% 其中包装饮用水的毛利率最高高达60.2% 2019年农夫山泉的净利率20.6% 而我们中国整个软饮料行业的平均净利率只有9.6% 所以水中茅台真的不是随便说说的 而且如果大家记得的话 我前面讲苹果 苹果2019年的净利率也只有21% 然后农夫山泉是20.6% 非常非常赚钱 利润非常高的一个品牌 在招股书里面 农夫山泉也说品牌是它的核心优势 品牌是它的竞争优势 而它接下来要做的发展战略里面 排在第一名的 依然是持续进行品牌建设 所以它也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品牌的重要性 我们看农夫山泉的升级打怪史 这里面就出现了三句 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农夫山泉的广告的口号 第一句 1998年农夫山泉说 农夫山泉有点甜 2012年农夫山泉说 我们不生产水 我们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2018年农夫山泉说 什么样的水源孕育什么样的生命 所以我们看它的整个发展史 98年讲了这个 然后00年 它开创了一个品类 叫天然水品类 它开始批评纯净水 2007年的时候它继续去强化天然水的概念 它就批评矿物质水 2009年它展开了大规模的巡园的活动 2012年大自然的搬运工 这时候它已经是中国瓶装水的全国第一名了 2018年开始讲水源环境的问题 那我们往戏里面看 它的第一阶段 就是1996年公司成立 然后它第一个生产基地 就建在了浙江的建德的千岛湖 千岛湖畔 在那里设了它的第一个生产基地 然后97年农夫山泉就诞生了 6月份四生庄的农夫山泉就上市了 然后到了98年 出来了这句著名的广告语 农夫山泉有点甜 这个阶段农夫山泉 作为一个品牌在建设的时候 它讲的是什么呢 它其实就是针对第一阶段 和第二消费阶段的市场讲的话 品牌化 在一个成熟品类 有很多水可选择的情况之下 它选择主打USP USP我们是经常使用的一个术语 就是独特销售主张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 它要做的是 是让消费者意识到 我跟别人是不一样的 我是一个在产品上跟别人不一样的产品 所以他就讲 农夫山泉有点甜 这句话也非常奏效 很多同学可能都还记得 然后到了第二阶段 农夫山泉发展的第二阶段 我们叫开创新的品类 2000年 它就转型了 它就做天然水 那时候它讲 好水喝出健康来 这个时候它宣布说 我不生产纯金水了 因为纯金水是不健康的 我全部只生产天然水 然后2007年 它又跟矿物质水打架 它说矿物质水是不健康的 因为那些矿物质是后来添加的 只有天然的才是健康的 所以我们这个是天然的 然后2009年 就全国范围展开了一个叫巡园活动 所以让消费者去看 它的水源和生产基地 所以这个阶段 我给它总结 叫开创了一个新品类 我们都知道 就是当你试图跟消费 跟其他竞争对手 拉开差距的时候 你光讲独特销售主张 到后来可能主张也不独特了 这个时候最好的方法 就是你在消费者心目中 能够代表一个细分品类 所以农夫山泉就选择说 我代表一个新的品类 叫做天然水 就跟你们所有的其他的水 区别开来 而且我是最好的 然后这当中就是一系列的故事 就是00年 它突然之间 他们的创始人叫钟闪闪 突然之间宣布说 我们不生产纯净水了 然后他又说 饮用纯净水是不健康的 是不好的 因为天然水里面有很多 有用的元素 对人的身体非常的重要 而纯净水是没有的 所以当时 娃哈哈 因为生产纯净水 所以里面